十多面国旗 然然升起 场面格外庄严树木 上百位台东县民 八号上午 齐聚台东县议会 在双十国庆日前夕 以隆重的神奇典礼 提早为中华民国来庆生 民众兴高采烈 挥舞旗帜 一同高唱中华民国国歌 这是有台东县议会 举办的双十节挂国旗活动 除了安排升起典礼 也免费赠送国旗 除了吸引不少爱国人士到场 甚至还有来台二十多年的 新住民姐妹共襄盛举 来到这边参加第一次 二十四年当中 参加这次松石的活动 感到很荣幸 很光有 我觉得共襄盛举 而且挂鼓旗 家家乎乎很少在做出活动 我觉得不错 象征性 不知现归外围 跟周边马路挂满了国旗 另外在中古地区的 陆野乡公所以及瑞源桥 也已经出现 其海飘洋的景象 使路过的居民不禁回想起早期 过节盛况 近白面国旗高挂桥上 在艳阳下更显缤纷 尽管国庆日还没到 但台东已弥漫浓浓的双十七分 原始新闻 台东市台东路野采访报导 在水阶上 由于远洋公司的行李宗监 谢谢观看